哈囉大家好,我是愛玲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Colourpop的彩妝品開箱 那這已經是我第三次錄這支影片了 很崩潰耶 因為前兩天的光線真的都非常的差 差到爆炸 所以我今天又重錄了一次 希望這次的燈光是好的 應該是好的啦 那這支Colourpop我是在10月他們官網打75折的時候購買的 原本就已經很便宜了 然後再打75折又變得更便宜 你們也可以看到我現在眼睛兩邊顏色不太一樣 因為我用了兩盤不同的眼影盤來畫 那現在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首先呢是這罐保濕的粉底液 它好像是新品因為官網上是寫Nim 那這罐粉底液呢它是有添加玻尿酸的 然後上面寫它是無油的成分 也經過皮膚科醫生的測試 又是Vegan就是它的製作過程中 都是不傷害動物的 那因為它是無油成分 所以就比較適合偏油肌 在冬天想要有保濕的底妝的時候使用 那我這罐色號拿的是Light 55N 它這罐粉底液在官網上有超多的色號 它有適合皮膚偏很黑的 然後到白種人的膚色 還有分中性調粉色調跟黃調的肌膚 那它官網上面可以幫你配對 你對應的粉底色號是哪一個 那我那時候配對完出來 是50什麼忘記了 反正它是偏黃調的然後是50 那我後來想說我應該 因為我皮膚本身沒有那麼偏黃調 所以我後來是選無數N是偏比較中性調的 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素顏的樣子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這邊雀斑還有一點點之前留下的紅豆吧 我嘴唇是還蠻乾的 然後周圍這邊有起一點死皮 因為就是太乾了 是A酸的原故 那這個粉底液的顏色 基本上跟我的膚色是很像 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顏色算是選得還蠻成功的 那再來這罐粉底液的質地 它擠出來的時候是偏比較乳狀 但是它一推開又是偏水狀 所以基本上它是非常好塗勻的 再來它的遮瑕度我覺得是 中等偏上一點 大概六成吧 它的遮瑕度是可以慢慢的堆疊的 然後因為它是偏保濕型的粉底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特別的修飾毛孔 但也不會特別的顯你的毛孔 妝效的光澤感呢 它是偏比較水光的 它不是那種很消脹的毛 我覺得它的這個光澤還蠻漂亮的 這罐粉底液整體來說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我前兩天使用它 帶妝一整天下來 實妝度也是還不錯 就沒有什麼脫妝的問題 加上它的價錢又這麼的便宜 它可能才台幣兩三百塊吧 再來是眼影盤的部分 我這次收了蝴蝶盤還有美少女戰士這兩盤 我今天右眼是用蝴蝶盤畫的 左眼是用美少女戰士這盤畫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們兩個的配色 蝴蝶盤的配色是偏比較冷色調 然後比較灰藕色 它幾乎每一個顏色都是偏冷色調 你看像這紅棕色 它是偏冷調的 然後這顏色也都是 所以這一盤是比較難駕馭一點點的 那再來美少女戰士這盤的話 它是偏比較五彩繽紛的 就跟美少女戰士 它本人的顏色就是一樣的 它就是有黃色啊粉色的紫色 然後淺橘色 基本上它的顏色是偏中性到暖色調一點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這兩款的眼妝 看完眼妝之後 我再來跟你們講這兩盤我使用的心得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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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三不三 兩、二、二、四、五、三 恩 木 爬 一、二、五、三… 後 interviews 五、二、五、六、六、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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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髒的或者是很像被打到 因為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時候 我畫了就想說 我是 眼睛是被打到嗎 很像藕色一樣 尤其是這種灰藕色啊 你們看 這兩個顏色其實畫在眼睛上 會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就是怎麼運都覺得好像有點很奇怪 像我自己就比較不太捨這種顏色 它這一盤的話 是有一個大的亮片色 這個 它的亮片色是屬於那種比較沒有底色的 但是它的亮片是那種偏大顆一點點 然後很閃 畫在眼睛上非常的閃 如果你是很喜歡走很閃的大亮片的話 你應該會喜歡這一個顏色 整體來說這個蝴蝶盤這一盤 我覺得粉質是算是還蠻不錯 以它的價錢來講 那Colourpop他們家的霧面眼影的話 就是會延展度比較不是那麼好 比較沒有那麼好暈開 可是眼睛算是還蠻好暈的 然後Colourpop的眼影也是 顯色度是算偏高 畢竟它是歐美的彩妝品牌嘛 所以你們在下手的時候 記得不要沾太多 然後要稍微先抖掉魚粉 再燒到眼睛比較不容易會失手 然後這盤蝴蝶盤的包裝 我覺得非常漂亮 我就是因為看到它的包裝 所以我才想買它 它上面是有黏亮片的 你用手摸是可以摸得出來的 包裝算是還蠻精緻的 再來美少女上是這一盤呢 它摸摸是很可愛的 它的嘴巴是會變的 然後呢 這裡面配色其實我自己穿起來蠻喜歡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黃色啊 粉粉的顏色 它裡面是有一個霜狀質地的 就是這個 它的質地是那種很軟 你壓下去你看一下子就變扁了那種 然後你上一手上感覺好像飽和度很高 顯色度很高 可是其實上一手上它的顏色是算是偏淡的 像我今天把它拿來打臥蠶 可是它臥蠶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 而且你要疊加比較多次 顯色度是比較低 可是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種質地的 那在類似的質地 在那個Colour Publing盤 粉色盤Sweet Talk裡面 也有一個像這樣的霜狀質地 可是那個的飽和度就比較高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那一個啦 不過這個淡淡的也還蠻好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 大油底色亮片色 它的質地也是有一點偏軟 你看它已經有點凹陷了 然後我把它刷在蝴蝶盤亮片色的下面 給你們比較一下 它沒有蝴蝶盤那麼閃 然後它是帶有一點點粉紫色的底色在裡面 亮片比較沒有像蝴蝶盤這麼迷 像這樣 然後比較特殊的顏色 可能就是這個紫色 我覺得這個紫色是帶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偏光 可是它其實又沒有偏光 好像有偏光的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不適合 拿來畫在下眼影 因為如果你把它拿來畫在下眼影的話 畫整條的話會看起來 很像被打 那這一盤基本上它的霧面色 幾乎都是有帶一點小亮片小珠光 像這三顆都有 你們看驚悍都有 這一顆也有 有微微的一點點 然後這個顏色我也覺得 還蠻好看的 偏粉的珠光色 但是它的顯色度並沒有到很高 沒有很明顯 這樣 那眼影盤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偏比較冷色的調嘛 所以我自己比較不是那麽的推薦 那如果你是很喜歡偏這種灰藕色啊 然後又帶有一點這種紅棕色的眼影盤的話 我建議你們收這一盤 Give it to me straight 因為你們看它顏色是偏比較暖色的調 所以就會比較好駕馭 而且是怎麼畫都比較不會出錯的那一種 那再來如果你們想要找比美少女戰士 再更日常一點的盤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去收Sweet Talk 那盤是去年出吧 那盤我去年買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喜歡 可是我這次把它留在台灣沒有帶過來 那盤是我之前還蠻常用的一盤 它的粉色更好駕馭 它裡面也是有偏黃色啊 偏橘色的顏色 所以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那盤的 那像這一盤的話我是覺得可以收 因為畢竟它是限量的 那再來還有一盤新手可以入魂嘛 色調的盤就是這一盤 YES PLEASE 我想大家應該在買Colourpop的時候 最嫌買的應該就是這一盤 最基本最必收 它就是很暖色調 你看它也是有像這種黃色 外顏色都算是稍微比較重一點 除了這個有一點點比較淺的打底色之外 現在顏色都算是還蠻重的 有很多個主色 再來進入到腮紅的部分 這次美少女戰士我還要買這個腮紅 它的色號是From the Moon 看它的包裝 可愛吧 它變來變去 然後裡面是有附一個小鏡子 下面的腮紅也是有壓紋的 這個顏色呢它是偏比較桃粉色 像這樣 那這個顏色你們在上的時候 切記一定要少量的上 如果量上不夠你再補就好了 因為你不要一次上太多 因為你一次上太多 會很像要去唱歌仔戲的人 真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是我比較 平常比較不會買的 要不是因為它是美少女戰士限定 我可能不會買這種顏色 但是實際上嘗試過這個顏色之後 我覺得其實 你博擦還蠻顯細色的 就是其實也是還蠻好看的一個顏色 所以這個我覺得喜歡的話是可以收的 最後唇彩褲刻我買了這個 空氣雲朵唇釉馬 反正這個它包裝真的超好看 你看外包裝 我買的色號是Lofty Ghost 我是買一個組合 裡面偏粉的這一支是Air Kiss 然後偏橘的是布丁色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都還蠻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組它比較適合偏白肌的人擦 因為如果你是健康肌膚擦 這個顏色可能會看起來有一點螢光 那我覺得它這兩個顏色都是 偏比較韓妞色系 像它的粉色就是 韓妞比較會差一點 稍微亮一點的粉色 但像它的橘色就是我現在嘴巴上的塗 我覺得在韓國的唇彩還蠻常見到這種顏色 像是碧雅唇釉的23號 我覺得就有點類似 它這個唇釉質地是偏比較 濕絨濕滑的霧面 我覺得是還蠻好上色的 但我覺得它 帶妝久了之後是有一點點乾 因為我嘴巴很乾 你們都看到這裡脫皮了 但如果是一般唇況的話 應該是不會覺得它乾 但是我就是特殊例外 反正這一系列的唇釉我自己是覺得還蠻不錯 加上它的薄充又很好看 所以這個喜歡也是很可以抽的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按家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